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开始讲今天的故事 来来来 大伙儿 先看一个场景 看到这身打扮 您能猜到他们在干什么吗 反正换知识不敢往您脑子里想的那个方向想 或者想了也不敢说 那咱们还是赶紧来听听当地人是怎么说的吧 自并结婚的时候要穿一种全白的衣服 像头衣 当初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像头衣 小时候就看到有人过世的时候就穿这个像头衣 我看到的时候感到特奇怪 为什么结婚还要穿这个呢 这是婚礼啊 估计您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也太奇怪了 不过说起来呢 咱们全国各地各种奇怪的婚礼习俗也不少 前段时间我们就在新闻里边看到 福建某地那个新娘子结婚 哎呦全身都是挂满了黄金珠光宝器的线纱旁人呢 像这样穿着白衣白裤举行婚礼的 还真是没见过 这是哪啊 往这儿看 办婚礼的这家人呢 住在福建省的张浦县 一个叫做赵家补的地方 别看这地方不大 可是整个城堡结构完好 建筑形制协调统一 住在里头的居民呢 大多都姓赵 他们自称是一个同姓同宗的大家族 您瞧 这婚礼即将开始了 新娘正在打扮 不远的床边上火红的喜字 下头压着一套白色的当地人称之为 像头衣的衣服 极其醒目 另一边的新郎呢 也正忙活着穿上他的像头衣 两个人都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 新娘挽着新郎高高兴兴的 走出了家门 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可是奇怪的是 俩人一块走进了宗祠 他们并没有穿着那身白色的像头衣行李 而是又穿上了一身蓝色的长衫 长孙长子的 他就全部就是拜祖宗拜天地 全部都是酸白的 原来在赵家补 娶亲的时候呢 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说是如果新郎不是长子长孙 他们就只能把那身白色的像头衣穿在里边 露出个白色的领子 外边必须加上一身蓝色的外套 这娶亲的新郎并不是长子长孙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神奇的换装秀 可是这好好的一场喜庆的结婚仪式 为什么会对服装有着如此怪异的要求呢 听见没有 是这么个习俗 可是问题是 也没听说过福建有哪个地区 有这么一种习俗啊 难道少数民族吗 一打听 赵家浦所在的地方 还真是一个奢族乡 不过奇怪的是 这赵姓家族并不属于奢族姓氏 也就是说 这座古城堡的居民 都是外迁而来的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奇怪的婚礼习俗又是因何而来的呢 就在大伙一头迷雾的时候 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夜幕时分 就在所有人的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候 赵家浦忽然走出一群人 他们手里个个都举着一个红色的蜡烛 静悄悄的来到一栋楼前的 这是要干什么呢 只见他们慢慢的绕过了一条长廊 轻轻的推开了一扇门 接着依次进门上了楼梯 来到二楼 再看他们的表情 个个是神情肃穆 看上去十分的谨慎 紧接着他们又走进了一间密室 从一个隐蔽的地方 拿出了一些卷轴 专门由一个人捧着 十分小心的走下了楼梯 过了没一会儿 这些人又从一条小道里出来 恭敬的捧着卷轴 一个个的走进了祠堂 您瞧 那位手捧着卷轴的村民 恭敬的把他们摆在了神龛的位置上 然后大家伙一块点燃了香烛 默默的战成一排 虔诚的祭拜了起来 您要问了 这是在祭拜谁呢 祖先 可如果是祖先的话 为什么不能直接供奉在祠堂里边 反而要藏在密室里呢 而且白天还不能祭拜 非要选在夜里边 黑灯瞎火的偷偷的祭拜 关于赵家补里这些奇奇怪怪的事 周遭的人呢 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可有一件事情 大伙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赵家补 不管出现多么稀奇的事 那肯定是都跟他们的祖先有关系啊 那别说这些风俗习性了 就是家门口的一块石头 跟祖先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不赵家补的村民赵老爷子 就在离自家门口不远的地方 遇上了一件稀罕事 您来听听赵老爷子是怎么说的 就是在这里的 人家家家门口有一块空地 原先呢是个庙 后来庙挪走了 这个地方就慌了 杂草丛生 赵老爷子这天清闲 就想清理一下 刚开始呢 只是清理杂草 并没有留意周围露出一截 那个大石头 可是杂草清理的差不多了之后啊 看着这块石头实在是碍眼 就准备把这块石头也清理一下 可是刚走近一看 这块石头有蹊跷 您瞧上头竟然刻了字了 不过这个字啊 跟蝌蚪似的赵老爷子不认识 出于好奇 他赶紧又查看了一下周围的其他石头 最后发现了两块刻了字的石头 可是刚开始啊 由于发现这两块刻字石头的地方 原来就是个庙 所以大伙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八十就是庙里的石碑 都没有当回事 可是谁知道 后来中央来了调查小组做文物普查 说这两块刻着字的石头是文物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文物 它叫做羽背 那是皇族的象征 这个发现让大伙惊得是下巴壳都合不上了 这么偏僻的地方 怎么会有跟皇族相关的东西呢 赵家补的主人究竟是谁啊 这里的奇怪风俗习惯 是不是都跟他有关呢 不要走开 下节更精彩 幽深古堡 主人到底是谁 神秘赵家补 还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福建省张浦县 有一个叫赵家补的地方 不管是婚礼风俗 还是祭拜典礼 都跟咱们日常看到的不一样 十分的特别 更加让人惊奇的是 村民在家门口发现的 刻了字的石头 竟然是跟皇族有关的文物 这个发现 让相关专家那时都纷纷赶到了赵家补 重新研究起这块地方 您别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赵家补 以一座叫顽碧楼的建筑为中心 有五座并排的府地 被当地人称之为官厅 就在这官厅门前的青石蒙古上 竟然使用了游龙和飞凤的样式 这个不用换知多说 相信您也能够明白 这龙凤历来都是皇家至高无上的象征 民间如果私自使用的话 那是犯了诸族的欺君之罪 那么这赵家补的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他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的使用龙凤食客呢 为了尽快弄清楚赵家补主人的身份 专家们开始调查赵家的家族背景 本以为会困难重重的调查 没想到直接在赵家家谱里边找到了答案 一直保存在一个他的后裔 第三次一代的后裔的手里 光是这家谱上的提名 就让咱们的文物专家吃了一惊 上头赫然写着四个字 汴京国族 乍一听汴京啊 有些观众可能反应不过来 其实这个地方你一点都不陌生 你回想一下小时候有的时候听的评书 您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的开封 历史上北宋的独城 等等 等等 难道说这赵家谱的赵字连带着城堡里的居民的赵姓 都跟大宋王朝的赵家皇族有关系吗 就在专家们都陷入了震惊的时候 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这本家谱的引言部分是一篇名为赵氏本墨序的文章 文中用言简易改的语言叙述了宋太祖称帝到南宋灭亡320年间的历史 就像是一部浓缩版的宋史 让专家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这篇文章的落款 署名是宋魏王十一世孙赵若和书 赵若和这个名字估计大多数观众都觉得不熟悉 这不奇怪 他在宋朝历史上并不算有名 只有研究相关历史的专家才会留意印象 那么根据史料记载赵若和的封号是什么呢 是闽冲郡王 祖上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弟弟魏王赵匡梅 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皇族 可是问题是史料上也记载了 最后的赵氏皇族不是投海自尽在崖山 那就是被援军所杀 尤其是赵若和和当时的右弟赵炳一起 被援军围困 关于这一点在赵氏本末序当中也有提到 说是在广东崖山 吴乃奉地命驾船逃离 援冰且至连日大战 无知事以外 与许大甫黄世辰等以十六州夺岗而出 这意思就是说呀 赵若和奉命乘船带着小皇帝一块逃离 可还是被援冰追上了 连续征战了几天 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 就再次和许达府黄世辰等人乘船逃离不幸的事 最终并没有逃脱 和右弟一起是葬身大海 那么问题来了 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赵家补赵氏家族的族谱之上呢 难道他就是这个赵家补家族的先人吗 这个猜想很快就被专家们证实了 明冲军王赵若和记录了这个历史 这段历史他也就留下了赵氏这个族谱 赵氏族谱由明冲军王亲手写的赵氏族谱 一代一代传下来 证实了自己是皇族后裔的身份之后 赵家补的族人们纷纷生出了一股子自豪感 可是疑惑也随之而来 首先他们的祖先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安家 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当时援军对于赵氏家族是赶尽杀绝 很多人都因此改变了或者说隐藏了自己的姓氏 以求生存下去 这赵家补为什么能够明目张胆的用赵字呢 甚至还建立了整座古堡呢 相关专家说了 这个倒不难解释 咱们首先来说说姓氏的恢复 说到皇族赵氏的后裔恢复赵姓 那就不得不提明洪武十八年 那起震动朝野的大官司 同姓通婚案 有观众要说了 咱们讲南宋皇族姓氏的恢复 怎么又扯到明朝的官司上去了 别着急啊 咱们把时间拉回到公元一二七八年 当时元朝将领张鸿范攻下了南宋的最后一个帝都 也就是广东崖山 整个大宋王朝就在风雨飘摇当中 消失了 岁月匆匆 很快元朝的统治也被推翻 朱元朝在南京建都改国号为洪武 是称明太祖 朱元朝称帝十八年后的一天 福建张浦就爆发了这么一起案子 当时在封建社会呢 同姓是不能通婚的 后来因为同姓通婚案呢 被告到了公团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福建张浦有一位叫黄慧关的村民 被告发犯了同姓通婚罪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肯定知道 按照大明律例 同姓之间通婚是有备伦常 必须得治罪 所以这位黄慧关没有办法 就要被处以急刑了 这可把他的哥哥给击坏了 于是四处奔走 到处求刑 想尽了各种办法 可惜没有奏效 护照一死 就是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 就跟那个黄慧关讲 他说明太祖已经明文规定了 同姓不能结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换这种密条 最后黄慧关呢 是自己想办法逃过这一劫的 怎么回事呢 他思虑再三 直接向御史递上了自己的家谱 说自己其实并不姓黄 而是姓赵 迫于元朝统治者的压力 这才改得姓 当时的御史听了这个话 大为震惊 直接拿着这本家谱 就上报皇帝了 一死之间 划建这个蝴蝶以后 他感到一个奇迹 是天降降落 所以他马上禀报给洪武皇帝 洪武皇帝一看也论了 他特意的为了弘扬大汉族主义 特引起赵氏后来在洪武十八年 恢复姓赵 姓氏恢复了 那这座赵家补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从明万历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1592年说起了 当时的浙江岸查史 也就是赵若和的第十世孙赵范 告老还乡 回到了福建省张浦县的佛潭 可由于这个地方地处沿海 经常受到海盗的侵扰 所以他决定把家迁往湖西盆地的东南侧 依傍着朔高山 没过多久 这个地方就兴建起了一创 高十四米的堡垒建筑 也就是赵家补 里边最早的一座建筑 可这楼建好了以后啊 该取个什么名字呢 赵范迟迟未决 当时族人提了不少建议 像是追远堂 撕钦堂 朔高堂等等 可这些他都不太满意 直到最后 他那财死敏捷的赵夫人 深知丈夫的心思 写下了完毕堂三个字 赵范这才有所动容 他思量了一会儿 直接拿起笔 挥手写下了完毕楼 有观众要说了 这个毕字 怎么看上去怪怪的呢 而且这赵范 为什么又对完毕二字 是情有独钟呢 咱们先来看这个毕字 原本是上下结构的 赵范呢 有意把它写成了左右结构 而且这个欲字还少写了一点 变成了王字 你可千万别以为 这是某种书法的写法 或者说是赵范忘了 毕字该怎么写了 一时疏忽给写错了 事实上 这是他故意的 这种书写方式里头 隐晦地表达了赵范心中 更多的深意 毕字你看 本来它是上线结构 他故意的来到这里 把底下的意志一点弃掉 主要是隐移就是南宋的那一点 江山丢掉了 王族的后裔 隐积在这里 所以他是特意的突出 辛苦的薪资 主要是告诫族人说 王爷来之不宜 守之见亲 你看那个楼子 他把上面的女子 写成少书的宋字 把底下的女子写成暗字 把墓子旁边写成大字 隐移就是大宋子 云在世偏暗 你看 简单的一个字里边 饱含了如此丰富的意思 那么 完毕二字 该怎么解释呢 所以完毕楼这三个字 只要是明补寿末 元书人那一段 赵氏家族心酸的历史 所以作为赵氏后年 把他完毕楼三个字 浓缩在英年上面 主要是作为 希望把那个 完毕归葬的那种希望 寄托在后代身上 作为一个回之型的 主要也是引译着 希望回中年 完毕楼的整个建筑形态 属于明代闽南地区 典型的三河土房楼 堡垒式的建筑 平时并不使用 有危机的时候 可以供全城的居民进行躲避 古堡的第一层没有窗户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 内大外小的射孔 三楼是大空间 作为巡逻使用 一共开了18个大窗户 这样一来呢 方圆几公里的情况 都能够尽收眼底 除了这些设置以外呢 赵氏还设计了一个 比较隐蔽的密室 用来放置一些 比较重要的文件 比如说咱们节目 前头说到的那些 用来祭拜的神秘卷轴 话说回来了 那些卷轴上 究竟画的是谁呢 这背后还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十八幅神秘画像 让人梦回南宋 几经感慨 赵家谱里还有哪些 特别的设计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赵家谱玩壁楼 在设计的时候 专门设计了一间 放置重要文件的密室 也就是节目一开始 赵家谱族人 丙竹叶出 拿出卷轴的地方 相关专家通过调查发现 这些卷轴一共有十七幅 都是人物画像 画的是北南两宋 也就是从公元九百六十年 到一二七九年间的 十七位帝王 赵家谱里的居民们 每年都会把 藏在密室里的帝王画像 拿出来祭拜 十八章 祖宗的画像 显到 观天一楼 让祖宗后代扫摆 了解历史 且细心的观众发现了 宋朝一共有十八位皇帝 为什么只祭拜 其中的十七位呢 这里头少了谁呢 专家经过仔细的比对发现 缺少的是 宋 杜宗的画像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缺少画像并不是 无意中的遗失 而是赵家族人们 也无意为之 他们在他们祖宗里头讲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当时杜宗不自私 把地位夺掉 让赵卫合作 可能现在还是大宋江山 就是祭祖的时候 把南宋那么快灭亡 归坠 听明白没有 赵家谱这座完毕楼里 不仅掩埋着赵氏祖先对失去江山的遗憾 隐隐的西迹 还心存一丝怨念 可是最终啊 他们也只能借着 完毕归罩当中的完毕二字 抒发一点内心的悲愤 公元1597年到公元1617年 赵范整整用了20年的时间 完成了完毕楼的配套建筑 虽然他是明朝闽南建筑的典型代表 可咱们的专家还是细心的发现 这里很多设计都和当地的建筑风格大不相同 比如说这桥 闽南地区有大量的石板桥 这些石桥大都是用当地常见的长条石铺就的 看起来十分的平整 可是赵家谱立的这座桥 一半也采用的是闽南常见的平板桥的形质 可是另一半则设计成了拱形桥 坡度抖得令人匪夷所思 在平板桥下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地方 题有三个字 变派桥 前头咱们也说了 这个变字是河南开封的别称 开封曾经被称之为变梁变京 有北方水国之称 咱们看清明上河图就能看得见 这座变派桥出于赵范的儿子赵毅之手 他曾作为钦差到山西宁下赈灾 从南京到陕西他多次经过北宋故都 汴京的红桥 汴派桥就是按照这座桥仿建的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范州湖上的他看着这座北宋故都 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写下了变派桥三个字呢 除此之外 赵家补里边还有一座石塔 跟开封的铁塔十分的相似 可以说就是那座铁塔的微缩板 高度恰好是开封铁塔的十分之一 相关专家推测 这古都开封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历经过冰火水患 整个宋城早已是深埋地底 只有这开封铁塔 从宋皇又元年一直处理到现在 估计是赵毅在造访开封的时候 见过这座塔 才会有了这样的寄托 除了汴京有铁塔 赵家补有石塔 汴京有红桥 赵家补有汴派桥之外 其他的建筑设计也跟汴京是颇有渊源 比如汴京有宇王台 赵家补有宇碑 汴京有攀洋二湖 赵家补就把官厅前的人工湖一分为二 可以这么说 赵范赵义父子 以这样的方式把整个宋朝的历史 微缩凝固在了这里 赵侍后人也很有意思 他们家族很忌讳男子 老祖宗逃乱到这里已经过两百多年了 他们围绳住宝建房屋 还很忌讳那个篮子 高度只有一米四 所以他的后人都把他笑成是 说成是狗洞 所以要进出去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他就主要是忌讳男子 赵家补的建造 可以说是一种皇族情节的载体 他表达了这里的后人们 对他们的先祖帝业的私慕 也流露出了他们对一代王朝 陌路的无奈和惋惜 如今在赵家补里生活的居民 仍然有七百多人 他们都是敏充郡王赵若和的子孙 这些皇族后裔 大多都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朴实的生活 曾经的大好江山和先祖的赫赫工业 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过遥远 唯有遵照古老的习俗 惦念往昔的繁华和先祖的基业 谨色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 下集就会参加各种线上线